Linda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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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 Linda 我是 来自美国的新泽西州 今年六十岁了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有RP了 因为是从我父亲这个家族 遗传的疾病 但是我在四十岁以前的时候 我是没有太多感觉的 过了四十岁以后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会感到我的视野 在逐渐的缩小 视力在下降 认识于医生之前 因为我随着视力的下降 和视野的缩小呢 对我的生活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精神上也有很多的压力 对我的工作和事业影响非常大 那时候我曾经去发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 他是专门治疗RP的 他是用针灸和中药的方法来帮我治疗 但是我在那里做了超过十年的治疗 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呢 我的视力在逐渐的下降 我的右眼几乎快要看不到了 当时我会觉得我精神上非常的焦虑 我觉得我看到好多西医 那个西医很多医生都跟我说 这种疾病是没有办法的 不可能逐渐逐渐的要走向失明 我内心非常的焦虑和恐惧 因为担心未来 担心我失去自律的生活能力 但是后来纽约的一个中医师 经过一个中医师 他在给我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说他知道一个专门会治RP的医生 是在温哥华 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温哥华 我这一次来是治疗的第五次 我是从去年年初的时候 第一次来到余生的办公室 当时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因为也曾经找过很多医生治疗 效果都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经过两周的治疗以后 我感觉我的视力有所改善 就是远距离和近距离都有改善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 我的视野也扩大了 但是因为是第一年治疗 就是说希望能够治疗的次数比较多 比较频繁 希望它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所以我在第一年我就来了三次 在去年的时候总共来了三次 今年这是第二次来到这儿 总的来说 治疗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我的视野我觉得比最初我来的时候 差不多扩大了一倍 那个视力也比原来 从那个最初的 就是我的右眼一开始来的时候 在三尺之内只能看两行 我现在能看到五到六行 我的左眼也比原来多看了两行 也有很大的改善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 假设说我是在中心看的时候 我的视野从上到下也只有这么大 然后目前呢就是经过治疗以后 我差不多左右都能看到这么大 上下也可以能看到这么大 目前就刚来的时候只能看那么小 我以前走路的时候呢 我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点 我目前走路的时候 我会能感到我的侧面 我也可以看到一些了 然后我下面虽然看不到地面 但是我比以前向下看的那个幅度 会更大一些了 我觉得我也可以避免很多碰撞 把我自己受伤 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改善 我觉得我很幸运能遇到余医生 让我感到生活又重新充满了希望 也不再这么恐惧和焦虑 非常谢谢余医生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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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